《原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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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原曲》的日本版 也比歐美的第一版 《原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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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頭版理論》 大約是二十多年前 我開始第一個發表 顧名先說清楚 第一版英文 中文就是《頭版唱片》 我發現歐美國家的編號 有時會亂弄 出出口會翻出 只有日本這個地方 所有出版業的編號 只是用一次 等於身份證的編號 大部分的碟都印了幾時出版 亦都上網查到 日本的編號是有認證的 即是出版年份 其他歐美 出出口會回頭 學曉都沒用 而且我發現 就算是《原曲》的日本版 黑膠 做了十年的編號 都原味過歐美的第一版 那我還追求歐美第一版 做什麼可以不理 你只顧著日本前面的版本就可以了 為了檢驗 復刻版的質量 世界有兩間很有名的 一間就是《Mobile Fidelity》 一間就是《Classic Records》 因為它的復刻版 就算是CD還是黑膠 都買得非常貴 而手碟都會 我便拿到他們的舞碟 舞碟就是 唱片公司的舞帶 直接黑錄 一個金屬舞碟 用來印製黑膠用的 有兩張還有45轉 即是由33轉提升了45轉 音色會特別豐富 那我將它用來做調整 這個排面 就是由舞帶直黑 應該就是拋離黑膠很多 因為它是直黑第一身 但是我發現它的質量 居然連一個77年的復刻版 Remaster的日本版本都不如 但是你是金屬舞碟來的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唱片 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就是這個和我研究的課題 如果連金屬舞碟做的質量 都不及 不要說頭版 連Remaster版本都不如意 都不成功 那它怎麼可以印到優質的黑膠給你呢 我不明白怎麼可以印到給你 我想我已經站到最前身了 作為研究人員來說 這部就是大部分 世界上著名的錄音房 唱片公司的錄音房 都會採用的機器 例如Stilda 瑞士一哥的舞帶機器 很多舞帶是由這裡製作出來的 這裡有幾種速度 正常的舞帶速度 就是15in per second 如果古典音樂可以去到30in per second 再快一點就這麼快 古典音樂就要用這麼高速來錄 特別寧靜 流行音樂就是15in per second 如果電台的現場錄音的舞帶 通常是7.5in 再慢一點 因為要求沒那麼高 它不是用來印碟 一般印製黑膠就是15in 這個就是周末狂熱 Saturday Night Fever的電影員 升級8 track 它跟舞帶一樣是4分1吋 不過舞帶就是兩個track occupy 全條帶 這個就是8個track 即是反帶再反帶 就可以節省地方節省帶 現在放上去 一play就能唱 很簡單 但是它的音色是比卡式帶重優勝的 其實最好的音源都出光了 現在我們不斷地走的制式 其實不斷地衰退